我們剛剛是用輸入的啦 可是輸入的有點麻煩 輸入你可能要 有時候要人工作業 那假設我們模擬一下 比如說這個資料假設教務處 它已經給你一個成績檔 那這個成績檔的話 它就幫你把它放在一個文字檔裡面 那我們假設呢 希望把文字檔讀到Python 把它第一個如何讀進來 第二個如何轉換成串列 那再來的話就可以做計算了嘛 那這樣就省掉很多力氣了 可是我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 你需要產生那個成績檔的那個文字檔 模擬一下 怎麼產生第一個啦 首先當然呢 我建議各位可以先另存你的模組一下 為什麼要特別另存 因為你要先確認一下 你先存在哪一個資料夾 我是放在C點以下的Python20 我這邊有增加一個資料夾 Python2024 那所以我先確認一件事 我先把它除名稱叫輸入成績好了 存檔 那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需要一個成績的模擬成文字檔 所以我要把它產生到哪裡呢 就是把它打開剛剛的那個路徑 剛剛的路徑是在C點底下的那個 我是放在這裡 Python2024 讓你們自己找 你的路徑可能跟我不一樣 那你就直接在這邊按右鍵 新增一個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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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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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直接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名稱叫做ENG好了 假設啦 它的名稱 它的檔名叫ENG ENG 假設啦 這個是英文成績好了 然後呢 它的副檔名叫點TST 這個一定要有 OK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這邊沒有顯示副檔名的話 你可以從上方的檢視裡面 看到有個副檔名這邊有打勾啦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打勾 因為如果你沒看到副檔名的話 一定要加 如果沒加副檔名 將來會沒辦法讀取 OK 副檔名建議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文字檔把它打開 然後呢裡面就輸入模擬成績 那這個模擬成績 輸入的方式 記得就是在成績跟成績中間 輸入一個豆點 豆點記得用半型的 OK 那至於輸入幾個 這個沒關係 你就輸入一個大概好了 大概差不多十個左右吧 那記得喔 成績跟成績中間 記得加個豆點 我講的是你有什麼不惠入e-sale 後面再說 因為文字檔比較單純 e-sale的話呢 它需要還要用很多的套件 複雜度會比較高 那文字檔比較單純 那程式也比較簡單 因為讀取的話 大概就兩三行就搞定了 OK好 那我們先在那個根木屋底下 新增一個eng 然後把eng裡面輸入這些 這些數字 中間加豆點 做完之後把它關閉 儲存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這個eng.tst裡面 就會有這些數字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第一個已經有這個成績了 第二個的話我們模擬 如何在python裡面 把它讀進來 那將來當然目標是 希望把這些成績 變成串列 直接丟給scope 這樣就OK了 剛剛scope是空的 現在是直接丟這一串數字 OK 那接下來的話如何讀取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先把它註解好了 我把這些程式先不要刪掉 我先把它選起來 按Ctrl-1 註解的話就是 選起來Ctrl-1 之前有講過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程式 往下Enter好了 那上面就重寫 那接下來呢 如果你希望在python裡面呢 做讀取檔案的動作 那應該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呢 很簡單打一個f f的話是f物件的變數名稱 等於後面加一個open open的話是一個內建的方法 OK 內建的函數 開 顧名思義嘛 意思說開檔嘛 那開檔之後的話呢 大概給他幾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的話呢 就是你的檔案名稱叫什麼 我們的檔案名稱叫什麼 叫enq.tst 記得副檔名一定要給喔 然後第二個訊息的話 那豆點就是給他兩個參數啦 就是你的檔案的名稱 不過前提是 你是把你的檔案跟你的模組放一起喔 OK 但如果你假設你的沒有放一起喔 你可能要給他絕對入鏡喔 比如說你可能是什麼 C冒號斜線有沒有 然後斜線什麼目錄的什麼名稱啦 因為我是把它放一起 所以這個地方是不用 相對入鏡就可以 那第二個參數的話呢 就跟他講說 我要讀取檔案 讀取的話呢 記得裡面就是r 就是加一個r就可以了 r的話其實就是read的縮寫 OK 顧名思義喔 所以以後你要存檔的話 只要把r改成w 就是寫 所以讀寫在python裡面非常簡單 OK 應該很好記吧 f等用 那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個f物件 就是你這個eng.txt有沒有 就會被丟到這個f物件裡面了 那接下來如果你要把結果print出來的話 很簡單 print 然後呢 f物件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叫方法叫read and write 所以你用read好了 或用read也可以啦 read很簡單 read有沒有 然後呢 寫完了 好 完成了 所以呢 應該不難理解吧 f物件裡面有個read的方法 read就是把資料讀進來 把它print出去 所以如果這樣寫完之後 知新 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把什麼呢 我剛剛把它存在這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看到 把它從什麼 從這個檔案裡面 先讀到f物件 再把它用read把它輸出了 OK 完成了 所以你在python裡面要讀取檔案 相當的簡單 OK 所以兩行就搞定了 但是啦 讀檔的時候 讀進來的東西 它是一個文字 那文字跟串列是不一樣的啊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資料 可以把它轉換成一個串列的話 那更好 可是要怎麼樣把它轉換成串列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這個轉換成串列的話 需要再學一個方法 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點sprint 這個有點像是 應該各位也用過那個 Excel裡面的資料剖析吧 資料剖析不是 你跟它講說 我要根據豆點把它分割開來 它就幫你切開來 放一個一個的儲存格裡面 有沒有 到底一模一樣 所以那個資料剖析呢 如果你用英文版叫sprint 所以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在那個f.read的後面 再加一個方法 所以你後面可以再加一個點 點什麼呢 點sprint 有沒有 打一個s 其實它會出現 這個有沒有一個sprint這邊出現 split OK 那sprint呢 記得瓜戶裡面跟它講說 我要根據豆點 所以它就知道說 那我幫你切開來囉 那只要經過sprint之後的東西 一律都會變成一個串列 所以如果你假設 後面再加一個f.read的點子 sprint的話 然後裡面記得 加個豆點 執行看看結果 有沒有看到 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直接幫你把文字 直接切割 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有沒有 跟那個資料剖析概念是一樣的 但是喔 這邊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sprint是針對文字去做切割 所以它切割完之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這個裡面喔 前後呢 它都幫你加了單引號 所以呢 那單引號能計算嗎 當然不行啦 因為它有文字 所以你必須還要再轉型 那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要怎麼轉 我是不是應該直接在外面 包一個stream就可以了 你說STR 然後前刮弧 對 然後後刮弧 但是呢 這樣執行的話呢 它會跟你講什麼 欸 它沒跟你講什麼 但是也沒有幫你轉型耶 理論上應該會發生錯誤才對啦 因為跟各位講喔 這個stream的話呢 基本上喔 STR主要針對單一個資料 可是問題裡面喔 可能要超過十個吧 有沒有 所以它沒有辦法幫你怎麼樣 一個一個轉換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轉的話 你變成你需要怎麼樣 你需要 欸 這個串太長了 我先乾脆把它分成幾行寫 因為這樣寫喔 乾脆這個就score好了 然後呢 score等於什麼 把這個 這個 Spring的結果先丟個score 然後呢 score裡面的話呢 其實喔 就是 剛剛這一串 這樣把它分開來寫好了 不然寫太長喔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就是這些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轉換的話 其實特別注意啦 你變成你要一個一個轉 那這一個的話96分喔 實際上就是中瓜符 score後面如果加一個中瓜符的話 就是它的索引值 你如果給它0的話 那這個得到 print的結果就會得到哪一個 得到第一個啦 所以執行的話 就是96 那如果你假設你要把這個轉換 應該是int啦 你要把它轉成int的話 有沒有 因為它本來裡面的話呢 是文字對不對 那你記得喔 如果你要轉的話 你變成你要一個一個轉 你不能說 全部一次全部轉完 所以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96的話呢 實際上好像看不出來 但是它裡面就被 從96的文字 轉成96的數字 但問題來了 裡面不只一個耶 那我要全部轉的話 這個時候就麻煩了 變成你要怎麼樣 變成你要一個一個轉完之後 全部把它存回去啦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喔 先試著把剛剛的這個 eng.txt的資料 先把它讀進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利用那個supress把它切割 那待會的話 我們把它轉型 轉型完之後 就可以拿來計算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